第157集 沮丧的金罗们 等一切风平浪静 早已失去了黑袍男子的身影 四位金罗心里松了口气 又忍不住涌起了怒火 这家伙是什么来头 我指的是那条手臂 白树式突兀的出现背对着众人 手臂 用剑的金罗反问 据我观察 那条手臂不是他的 魔气之可怕 我平生仅见 江吕中盯着白衣术式的背影 杨千焕 你眼睛长背长大 那叫做杨千焕的白衣术式 他走之前 我回头看了一眼 江吕中一脸的句号 然后无奈说道 能不能转过身好好说话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容我拒绝 杨某人做事随心所欲 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 他说完 解释道 我仔细观察过 坚政老师和魏渊 你们没有发现吗 他们 一个总喜欢站在撂望厅 背对着你们 一个总喜欢坐在八卦台 背对着我们 而我们会觉得 魏渊和老师 都非常的有高人风范 四位金螺呢 感觉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想吐 胆儿吐不出来 将吕中摇了摇头回归正题 这么看来 根据目前已有的情报 那只手就是桑坡底下的风吟物 桑坡底下的风吟物 杨千怀皱了皱眉头 他前日刚回京 今天代表四天剑过来帮忙 围剿一位狂徒 倒也知道 永镇山和庙前阵子被炸了 不过呢 他没怎么关注 众所周知 术使呢 只要有炼药房和炼金属实验房 准时送饭菜 就能十年不出门 那个和尚 多半就是横会了 用剑的金螺说道 听着金螺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 杨千怀是一头问号 愈发好奇 如果能抓住他 就能知道平阳郡主的下落 平阳郡主 一年多前失踪的 那个平阳郡主 杨千怀记得这位郡主失踪时 四天剑术师 几乎清朝出动 动静闹得很大 听到这里 他再也忍不住 背着身 桑扑案发生才几天 你们打更人 竟然把案件查得这么清楚了 等等 我怎么没听 四天剑的师弟们说起 别告诉我 你们没请他们协助办案 你们打更人办案的本事 可没这么强 这位高品书是满脑子污水 按理来说呢 桑波这样的大案 四天剑的书是不可能不和他说 毕竟四天剑常常协助朝廷办案 内部之间交流信息是常有的事 但是杨千怀完全没听说过 横毁 平阳郡主等信息 杨业罕见地开口 我们打更人 甚至没有出动金螺 办案的是名平平无奇的铜锣 关你什么事 你语气那么得意 杨千怀没有转身心理赋匪 然后反问道 铜锣 你们与我说说 这位铜锣你应该认识 因为他在四天剑很有名 江吕中想起了关于许清安的传闻 知道他曾经在四天剑 给白衣术士讲课 他叫许清安 许清安 杨千怀的声音扒高了几分 许清安这个人他是知道的 刚回四天剑就知道这号人了 竟然给师弟们讲课 实在是太爱出风头了 是个劲敌 没想到桑婆爱也是他办的 看起来干得还不错 又大出风头 是个劲敌 南宫倩柔狠狠地说道 那只手臂什么来历 不知道 但他的主人绝对是二品以上 我对武夫体系不太了解 当然 也不屑了解 杨千怀语气深沉 像个无敌且寂寞的剑客 这人离经数月 病情愈发严重了 金罗门的心里这样想着 经过了昨日的劳累 身上带着轻伤的许清安睡过头了 起来时天已经大亮 某时肯定已经过去了 反正迟到了反而不着急 慢悠悠的穿衣洗漱 翻墙去主宅吃早饭 隔着老远就听见贪吃的小孩 在嗷嗷大哭 哭声钟起十足 宛如恶龙咆哮 进了前厅 二叔已经上班去了 晚起的婶婶和灵月在吃早食 许灵音双手摆在身后 两侧身子前厅 朝他娘发出了音波攻击 脸蛋美艳 但气质端庄的婶婶 秀眉紧促 磨不吭声的低头吃饭 绿鹅在旁安慰小豆丁 哼 你这是怎么了 许清安笑着进来 许灵音眼睛一亮 转过头来雀跃道 大哥今日休暮 睡过头了 许清安有点惭愧 大哥大哥 许灵音呢 迈着小端腿跑过来 一只小手抓住许清安的衣摆 另一只小手指着娘和姐姐 义愤填膺地说道 哼 他们抢我鸡腿 他们连小孩的鸡腿都抢 嗯 这么过分啊 许清安审视着婶婶和妹子 婶婶娶娇哼了一声 懒得解释 许灵月无奈开口 昨晚林英吃剩了一只鸡腿 她没舍得吃 带回屋里了 经早起床发现鸡腿不见了 她认为是我和娘偷了鸡腿 啊 那应该是我昨晚走之后的事情 不然呢 现在就是许灵音拽着她娘的衣袖 指责我偷吃她鸡腿 许清安摸了摸小豆丁的脑瓜 大哥最擅长破案了 嗯 大哥替你做主 小豆丁一听就很开心 觉得大哥是最好的 除了喜欢抢他吃的 痴死地拉住大哥的衣摆和他同仇敌凯地瞪着娘和姐姐 许灵月迎着大哥的眼神 我问过照顾她的丫鬟 丫鬟说林英半夜起来吃掉了 但她根本不信 许清安低头 问道 那 你吃了吗 许灵音大声说道 我没有 丫鬟说 她是闭着眼睛吃的 我们在她床头找到了鸡腿骨头 啃得很干净 是她的吃法 大哥 一定是姐姐吃的 姐姐骗人 许灵音无法接受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腿 是自己吃掉的事实 大哥已经知道是谁吃的了 哦 谁啊 哼 你是嘴吃掉的 但是你脑子不知道啊 是鬼 是鬼啊 许灵音大吃一惊 吓得发音都不标准了 不要吓孩子 婶婶不高兴了又对幼女说道 鬼撒上盐巴 放油里炸一炸 比鸡腿还好吃呢 许灵音一听呢 又害怕 又向往 吃完早餐 许清安起码来到衙门 眯着眼的宋庭峰说道 宁燕 卫公刚派人来请 寻你去浩气楼 你 你没说我迟到了吧 我说你在茅房里窜息 他眯着眼说道 许清安他不想接受 但是也点点头 转头去了浩气楼 守卫通船后 他快步登楼 随后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插势里 除了魏渊 还有四位金螺 他们身上都带着伤 杨燕胳膊用纱布吊起来 像是壁鼓鼓折了 将绿中额头包扎得严严实实 脚上只穿了一只靴子 另一只脚呢 裹着厚厚的纱布 南宫倩柔 外表看起来正常 但是脸色苍白的宛如指人 另外一位不认识的金螺 脑袋裹着厚厚的纱布 感觉是街头打架 被人脑袋开瓢 这一幕既荒诞又滑稽 堂堂高品武服 像是一群打群架输了的流氓 有些垂头丧气 许清安扭过头没忍住笑了一下 你笑什么 四位金螺 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我没笑 许清安不承认